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1日 星期一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二十大之後的外交人士安排 令西方各國意識到 中共的戰狼外交導致的磨擦 將會更加與日俱增 這樣迫使西方不得不聚集商討 如何聯手應對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al披露 歐盟國家舉行了閉門峰會 各國元首花了三個多小時 討論的主題就是中共 報導還披露 這場會議事前還要求連同首腦在內 一律禁止攜帶手機 二十七國代表都各自表達了意見 據報導 這場閉門會議達成的最大共識是 必須降低對中共的經濟依賴 在封會長達9頁的公開結論文件中 卻只有一句說話寫著 會中對於歐盟和中共的關係 有一場戰略討論 由此可見 二十七國首腦密談了三個小時的內容細節 沒有對外公布 即使是虎視眈眈的中共也無從得知 但比利時外交部長拉璧日前一句說話 就惹得北京緊張不已 拉璧在接受法語和荷蘭語傳媒專訪時 針對中國參與歐盟港口投資 他呼籲歐盟國家需要一起思考 降低對中共的戰略性依賴 並警告應該警惕中共 將雙用船隻改裝成具有潛在的軍事用途 拉璧指中共是潛在敵人的說法 比歐盟對中共的定性更進一步 拉璧的觀點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 中共駐比利時外交官 立即會見比利時外交部官員 聲稱拉璧聽訊謠言 並以貿易關係威脅要求設下專訪 結果遭到比利時外交部拒絕 美國方面也沒有放鬆對中共的施壓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28日表示 美國政府正在審視中共領導層的更替 將會如何影響美中兩國經濟關係 同時美國將會繼續捍衛本國利益 直到北京進行結構性改革 戴琪強調 美國政府為了負責任地處理美中兩國關係 華盛頓致力於督促和迫使北京進行結構性經濟改革 並希望中共能夠完成自己的承諾 戴琪指出 美國必會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利益 直到中共作出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決定 讓其制度更接近我們的那一天 他補充 美國貿易代表處將會就前政府達成的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 持續與中共官員交涉 離美國中期選舉不到兩週 阿里桑那州參議員競選出現轉變 據赴克政治報告分析 目前已經將阿里桑那州 重傾向民主黨調整為難分勝負 現在共和黨翻轉參議院的機會越來越大 現在民主黨人也明白 他們可能會失去參議院控制權 前總統奧巴馬10月28日出現在坐治亞州 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民主黨籍候選人助選 當日奧巴馬和民主黨候選人旭諾克一同出席了集會 並發表演講拜登曾經是奧巴馬的拍檔 現在因為通貨膨脹犯罪率上升 以及烏克蘭戰爭的影響 拜登的支持率已經達到了歷史低點的40% 這樣對於民主黨的選情極其不利 奧巴馬在演講當中承認 這些現實的問題是抑制選民熱情的主要因素 但他仍然試圖說服選民投出手中的選票 在整個演講當中奧巴馬幾乎沒有提到過拜登 接下來奧巴馬還將會前往物資金、威斯康星州、 奈華達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為民主黨候選人助選 今次他為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之前助選 但影響力看來遠沒有預期那麼大 他日前在擁有1.33億追隨者的個人Twitter帳號 發布影片號召選民提前投票 但影片上架48小時之後 僅獲得30萬次觀看、1萬1千次點讚和3千次轉載 奧巴馬似乎已經失去了當年的影響力 韓國首爾萬聖節派對發生嚴重踩踏 導致至少154人遇害引發國際關注 研究當局證實 死者中包含24歲的韓國明星李志漢 李志漢通過Produce 101第二季出道 排名第98名 韓黎爾演員身份活動 曾經主演電視劇《蝴蝶夢》 韓媒指出 Produce 101第二季選手朴希錫、金道賢等人 在Instagram發出副文 指出李志漢在10月30日永遠離開了我們 請大家來送他的最後一程 經紀公司935娛樂也向媒體證實 李志漢是離泰院事件其中一名遇難者 踩踏事故的消息傳出之後 韓國藝人權志龍、張東健、金衛秀、金韻儀、巨進業等幾十人發文悼念 另外包括周星馳、大S、小S等藝人也發文悼念 大陸媒體報導說 當日的死難者中有20位外籍人士 其中包括4名中國公民 有在現場的大陸留學生對《蕭雙神報》表示 當時人多到令人窒息 到後來已經不是自己用腳走路了 是被後面的人推下來 感覺自己快要缺氧 這名學生表示 他到達的時候是早在事故發生的時間 在很迫的位置 他當日走在路上被人猛推了一下 幸好站穩腳 慢行的是他在事發前提前離開了那個地點 中共二十大、新一屆領導曾產生 誰將主管港澳事務備受香港社會關注 分析認為 習近平的大內總管、新任政治局常委 丁薛祥最有可能接管港澳事務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都不在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上 意味著涉港事務最重要的三個職位都要換人 據香港信部綜合的多名資深建制中人分析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最有可能接手港澳事務 丁薛祥是輔助習近平多年的大內總管 他經常陪習近平在國內走動或出過訪問 上個月出訪哈薩克斯坦和烏茲比哈斯坦 是習近平自新冠疫情以來首次出過訪問 就由丁薛祥陪同 丁薛祥還在2015年和習近平一起去美國 今年七一的香港回歸慶典 丁薛祥也隨同習近平到港出席活動 報導稱其他有望接替韓正的常委還有趙樂際 由香港政協委員說 早年是北京舉行的全國兩會期間 中央刻意安排趙樂際與與港區政協交流 如果他掌管港澳事務也不足為期 另外27日確認擔任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石泰鋒 也很可能參與港澳事務 香港理工大學講師陳偉強對聯合組報說 北京寧願找一些 與香港關係不太密切的大陸官員出任 他們在香港沒有利益關係 路透社引述美國智庫 歐亞集團中國 和東北亞事務資深研究員 尼爾托馬斯的話說 丁薛祥實際上就是習近平的幕僚長 很顯然 習近平相信丁薛祥的忠誠和能力 由於中共政治習慣於黑商作業 而丁薛祥並不時時拋頭露面 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身上為中 外界對丁薛祥的了解可能更少 托馬斯說 丁薛祥是一位在背後運作的政治助理 所以有關他個人特質和影響的公開信息很少 這個也加固了圍繞習近平最高幕僚的神秘圍場 60歲的丁薛祥是最年輕的常委會成員 從履歷上看 他從來都沒有領導過一個省份 無論是作為黨委書記還是省長 很多分析人士說 雖然丁薛祥是唯一一個 符合習近平接班人年齡的政治局常委 但由於他缺乏省級領導經驗 所以不太可能成為習近平的繼任者 從這個意義上說 對於習近平 他可能是如與紅掌兼得的最佳人選 忠誠但不具威脅性 據英國電信報報導 為挽救不斷下跌的生育率 中共一些地方政府部門 竟然打電話給新婚夫婦 催他們婚後盡快生小孩 有數千人27日在中國社群網站微博上 回覆一則貼文 聲稱接到當地衛生部門詢問是否懷孕的電話 一名微博用戶 追述同事接到南京市政府婦女衛生局的電話 一名官員告訴同事 當地政府希望新婚夫婦能在一年內成功懷孕 預計每季獨會打一次電話過來 很多人在回文中提到 他們也接到類似的電話 但這則文章在發出幾個小時後被刪除 一名女子寫道 她所在的地方婦女健康中心非常盡責 每個月都會打一次電話給我 問我是否有懷孕 她問這個是不是變相要我生兒子 他們甚至比我媽更緊張 另有一名女性表示 當時她在去年8月結婚 至今已經接到兩個地方政府機關的電話 她並沒有說是哪個城市 分析認為對於習近平當局來說 現在有兩個危機可以動搖中國國力 人口危機和老齡化 或養老危機 中共從之前的限制生育到現在的催生 這樣的180度跨越 向外界無誤感發出中國人口危機的信號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